东盟峰会今天已经进入了第二天 我们现在就与正在万象采访的美国之间记者丽雅做连线 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丽雅你好 重新把你接回来 重新把你接回来了 那么丽雅 今天的峰会主要有什么看点 有什么重要内容 今天的日程安排 主要就是一大早就是东盟国家举行第二九届的东盟峰会 那接下来的一整天的安排 就是东盟跟这个他的各个对话伙伴 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还有这个联合国举行这种双边的这个峰会 对就是在这个东盟领导人峰会 那个结束之后 他发表了一份新闻稿 就是说就是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 同意就是通过东盟加一东盟加三 这些区域还有东盟区域论坛 以及东盟峰会这些由东盟主导的机制 加强东盟这些对话伙伴之间的合作 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说 这个峰会首先当然是评估了 这个东盟峰会与这些对话伙伴 过去一年的一个合作的情况 并指出了今后的一个方向 就是在同时在这个不断演变的这个区域环境之下 就继续保持东盟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的地位 那新闻导接着就是说就是东盟领导人 还就共同关心的这种区域和国际问题 坦率的交换了一切 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就是可以看出就是说 这个南中外局势无疑是他们讨论的一个重点的议题 从这个在峰会之后就是中国和东盟 就是第19届峰会上的结果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总理李克强 在这个参加了一个峰会 他们通过了就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25周年这样一个纪念外交峰会的这个联合声明 然后特别是中国和东盟国家 应对这个海上紧急事态 高级外交高官热线平台的这样一个指导的方针 还有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在南海 适应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 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中国和东盟 进行的这个东盟加一这样的一个峰会 其实也是重点也讨论了这个南中外海问题 当然还有涉及到其他方面的 比如经贸之间的合作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 那不过我们也可以就是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鉴于今年的这个轮值主席国 是老挝而且今年又是这个东盟和中国 建立对外关系25周年的一个纪念 那么因此在言辞上不会在南中华这个问题上 跟中国他也过不去 那除了这个东盟这系列峰会之外呢 就是参加峰会的这个一些国家 也在这个峰会的间隙 举行这个双边的会晤 比如说那个中国总理李克强 昨天晚上在抵达旺翔之后 就跟这个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李显龙举行这个会谈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下午 就分别与澳大利亚的总理特恩布尔和韩国总统 朴槿会举行会谈 不过在会谈之后都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那个在晚上这个安排呢 就是就正在现在已经开始了 就是这个老挝的总理通伦 在这个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晚宴 招待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和代表 期间还会有一些这个 就是具有老挝传统特色的这种文化表演 好的 许多 好那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呢 他今天主要是在朗布拉帮来活动 那么介绍一下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方面的情况吧 是好 那个奥巴马总统在动身前往这个朗布拉帮之前呢 在万象先是参观了一个 绞刑和假吃这样一个合作企业中心就帮助 这个在帮助老挝 就是在这个美国曾经就是投掷在那个老挝领土上的 这个未爆炸的这种弹药造成的这个伤亡这些人数 就受伤的这些人数提供这个假吃啊 这些方面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中心 就是去参观了这样的一个中心 然后呢并发表了讲话 他在讲话中就提到就说在美国的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在这个老挝的土地上 我们在之前爆的时候投下了200吨 对不对 那么他说的一个数字就是用这个用 是2亿7000万枚这种小型的一个急速炸弹 那么这个投放的炸弹量比二战期间 美国投放到德国和日本的炸弹还要多 那么从人均的角度来讲就是老挝实际上 世界上被投放炸弹最多的一个国家 那其中这投放到的这些炸弹呢 有8000万枚没有爆炸 那么这样就这些未爆炸的这个弹药造成了 有2万人非死即伤 所以奥巴马在这讲话中就表示 就是美国由道义和人道上的这个义务 来清理这些未爆炸的这种弹药 同时他也表示就是说美国那个 我们知道他昨天宣布就是美国会把这个 帮助老挝清理这些弹药的这个资金 在经过三年会增加到9000万美元 他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提供资金 其实也是有助于加强美国和老挝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互信 对所以这个他在这个参观这个中心之后呢 然后就乘坐飞机前往这个朗布拉邦 那么这个距离差不多是一个小时 就到可以到那里 我们下午将近就1点50分左右时候 在那里在那个当地的一所大学里面 正在那里参加这个东南亚青年领袖会议的 这个350位来自东盟成员国的这个青年代表 举行的一个大会面 同时回答他们的提问 刚才我们报道里面提到这个 我现在就真的不许 我之后会也会发一个详细的报道 对 那之后可能会有机会参观一下民生股市 那么在晚上8点钟赶回来 赶到万象参加这个晚宴 好 那么最后请简要介绍一下这个峰会 明天的议程安排和有什么重要看点 丽雅 对 是 喜伯我们知道就是在前这 昨天和今天这个行程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活动 基本上是在双边方面 那么明天主要就是奥巴马总统会参加 这个美国与东盟的第四次峰会 然后就是参加第十一届东亚的峰会 那么在这个峰会结束之后 就是领导人会就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发表一个联合声明 那么在午餐之后 举行相关峰会的一个闭幕式 以及就是把这个菲律宾接任 这个东盟主席国这样的一个移交仪式 那么在这之后呢 这就是这个老挝总理通伦举行一个记者会 那么记者会结束 以及标志着相关峰会的结束 好的 我们感谢 那就是明天的 对 重头戏就是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 好 我们感谢美国之间记者丽雅 在老挝的连线报道